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月17日 我是楊雪瑩 說這麼快明天就會開晚市 今天依然有相當多人士去檢測中心 排隊大排長龍 很多區議員同事都在Facebook有說 原來自己的社區檢測中心又在打石柄 亦有很多媒體的報導 相信大家都覺得這個措施 即是開晚市、美容業、遊樂場、按摩等場所 要求員工每14天去做檢測 令大家不夠時間去做檢測 因為現在的社區檢測中心開放時間 都不太遷就一班要回輪班的打工仔 不要忘記剛才說的行業很多時候都要輪班工作 他們可能很早很早就要上班 或者下班的時間又很晚 亦都很難去預料 到底如果我預約不到的話 現在網上已經無法預約了 他們要等多久才可以進去做檢測呢 而最麻煩的就是有很多僱主都要求僱員 提供一個已經做了武漢肺炎的檢測 並且獲得陰性感染的SMS 即是沒有感染的一個SMS 才可以編排你上班 亦都有市民告訴我們 其實他交了瓶子很多日 他就說星期日已經交瓶子 他亦都是恆常要做檢測 但今次這一輪的檢測 結果是比往常遲了一些日子都未收到 所以他就很擔心 星期日交到今天星期三 晚上他都未收到SMS 都告訴我們很擔心 政府又不會告訴你多久的時間 他就會給你結果看 所以對打工仔來說 都是很擔憂 如果我沒有陰性的結果證明 是否公司就會不用他呢 又令到他們收入又少了呢 這些真的替大家很慘 最後最後我們呼籲了幾天 亦都在影片上有和大家一起反映 徐德爾 食衛局的徐德爾終於說了 會在明天開始多多四個檢測點 讓大家有多些選擇 可以去做檢測 但這些檢測點又會不會是 收好早 對大家來說遲些才開 這個人手的編排 是要再加強再加強 令到多些人可以更快 這樣做到檢測才行 否則的話 在外面打完蛇餅 其實都是很沒意思 亦都是增加了大家互相感染的風險 和大家更新一下 今天確診武漢肺炎的人數 有16宗新增個案 有10宗屬於源頭不明 因為在之前的消防局 有輕微的爆發 所以可能有多些人會感染到 今天另一個很大的消息 就是立法會的財委會 就會在下星期審議10億 設立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後出現異常事件保障基金 而這個基金的保障額 初步的保障額 就是如果死亡的個案 每人會有250萬元 我覺得香港人真的很慘 現在做著白老鼠的報告 亦都沒有令到他們在世衛期刊確認 而昨天疫苗委員會說 大家都可以放心使用科興這種疫苗 因為科興最快來到香港 政府來說 上次說了 如果你不做安心出行 是不是不讓你去很多地方 如果你不先打疫苗 是不是不讓你去很多地方 可能也是 因為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 在2月16日開了會 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 有召集人劉澤昇 還有他的委員許雪昌 是開完會之後見記者 昨天開完會見記者 大家昨天也聽到 就問許雪昌 你會不會去打疫苗 然後許雪昌竟然說 大家不要這麼政治化 其實這樣回答是政治的自殺 我可以這樣說 大家問的時候 你作為醫生 你會不會判斷你會去打疫苗 但他竟然這樣說 唉 有時大家的水平可以高一點嗎 令到香港人更加覺得 只不過你出來說一個政治的任務 你不是真的有一個科學的理據 為什麼你不等第三期報告 你看了什麼數字 你覺得這件事可以推薦給香港人 沒有說 又不等世衛的一個期刊 去讓他去確認這個疫苗的成效 不等 為什麼不等 又覺得有50%的功效 就已經是OK 50%就是什麼呢 如果我接種了疫苗的人 如果我接種了疫苗的人 然後面對著有病毒去感染 要是會感染 要是不會感染 又達不到世衛的群體免疫標準 就是七成 既達不到七成的標準 又對著一個疫症 又可能是中又可能是不中 那我為什麼要接種疫苗 現在的疫苗 可能科興要隔28天之後再接種 你才會去到六成幾 六成幾 都是一個很小的數 很小的數 都是未去到群體免疫的七成 到底為什麼大家要一窩蜂去接種疫苗 其實是完全想不通 現在七成的門檻是很基本 因為最後記者追問 科興疫苗的整體有效率低過BioNTech 質疑保護能力較低 但許雪昌就說 其實這個鑑於接種兩款疫苗的參加者 不是同一批的人士 這樣比較疫苗來說 就好像蘋果和橙是不會拿來比較 但其實如果我並非有科學家 也都是以一個常識來看 他這樣說就完全避了所有能夠令大家 市民去明白去放心的一個傳遞訊息的責任 就是說現在他們只是說 因為這個是蘋果和橙沒有得比 但你有沒有可以告訴大家 他們有沒有一些common的指標 連這件事你都可以去跟世衛做一個認可 為什麼科興疫苗是靠得住 你會怎樣跟世衛說 都是一些數據 就是要做這個測試的 並不單止是比較年輕的一群 現在說這個疫苗 就是十幾歲去到六十歲 中間的人接種就會有五成的機會 第一劑五成的機會是感染或者不感染 接種完之後 第二次接種一個月之後 就會去到六成 這是相對來說健康一點的人 是說六十歲之前的人 六十歲以上的人怎麼辦呢 六十歲以上的人 其實香港也很多 群組很多 甚至乎現在說最先那批 要強制大家的員工去做檢測 是說安老院的員工 政府也定性這種武漢肺炎 是對於更加老年的人 是有一個威脅在 不然也不用這麼快叫他們去檢測 既然我們都沒有數據 沒有任何科研的證據 告訴大家這個疫苗是可靠的話 其實大家問 質疑的保護能力是很正常的事 因為疫苗始終真的打到身體裡 連唐英年都說自己比較敏感就不會打 有很多人有敏感都不知道 沒有唐英年那麼有錢去檢測自己對什麼敏感 有很多人是有敏感都不知道 那些人又怎麼辦 難道真的要看著政府現在要在財委會 申請那十億 真的很大吉利是 現在要大家香港人想這些事情 最壞就是 遲些就會說因為我們接種的疫苗 保護能力不夠 到最後我們同樣都是打了疫苗 我們跟世界各地都一樣是打了疫苗 但如果我們的疫苗 保護能力不夠高的話 到時候是不被國際承認的 到最後真的很樂觀 通關的時候 其實香港人都是哪裏都不用去 我可能比較悲觀 但因為這些數字告訴我 都不見得有多樂觀 我都是抱持著質疑的態度 希望大家 都要小心點 出入小心點 自己保護好自己先 未有可靠的疫苗之前 如果有可靠的話 會跟大家說 未有可靠的疫苗之前 大家也要保重小心 今天談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